而111年全民运动会花林县健美代表队的选拔赛 17号的中午是在花林市肌肉工厂举行 而经过了一个下午的选拔 曾经荣获全国总统杯健美金牌的教练苏祈骏 入选了男子传统健美的项目 另外花林子弟王子成是入选了男子古典形体的项目 将会代表花林县在10月10号国庆日这一天 在嘉义县所举办的111年全民运动会的资格 来争取最高的荣誉 花林市肌肉工厂17号下午有20位健美选手来进行选拔 来争取竞赛 主别分配为男子健美8级形体5级 古典形体5级女子形体2级 女子比基尼5级来进行选拔 而曾经连续两年荣获中的杯全场总冠军的苏祈骏 也担任王子成的教练 在他的指导之下相当肯定王子成的潜力 全场冠军 然后我连续拿了两年的全场冠军 那我是一位大墨华林的学生 我都会特别的注意 那他的职就很好 所以我就一直带他 然后他就一直成绩也一直都不错 王子成的妈妈黄秋生表示 儿子队运动情有独钟 114年花园圈举办全民健美比赛的时候 就开始跟随教练来学习健美 两年来也荣获冠军优役的成绩 夫妻党可以说是一路相随全力支持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片天 那孩子他很恒心毅力 他每天早上都是五点起床 那当然对我的眼我也是大概四点半就会起床 让他备一部分的餐 我用行动在支持他 王子成表示原本这一次田军选手 两年前转战健美项目比赛 同时也获得优异的成绩 而这次可以说是使出全力 为自己争取最佳的成绩 我其实是15岁的时候开始练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田径 然后后来因为练着练着 就觉得中训蛮有趣的 然后就放弃田径 然后转到健身 然后后来一人机会下 认识了教练之后 就开始决定往健美这个方向发展 然后也慢慢发现很有兴趣 然后也练出不错的成绩 所以未来也会持续这样下去 因为我之前是长跑 他比较是耐力的 而健美是重量训练 比较是重量爆发力 我觉得两者训练方式差异蛮大的 可是唯一共同点就是要坚持努力不懈 他给我 因为我很崇拜他 他是让我觉得他非常有目标 然后会非常进一排把以上的权力去执行的人 所以我其实把它当做榜样 所以我自己对待自己也是非常严格 我觉得自己的状态不错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114年全民运动会花联线健美代表队选拔赛当中 经过一个下午的选拔结果 王子成的教练苏齐骏 入选代表花联参加男子传统健美项目 王子成则是入选代表男子古典形体项目 双双即将在10月10号在嘉义选拔营的114年全民运动会上 为花联争取最高荣耀 教练苏齐骏 选手王子成双双表示 要为花联和自己争取冠军 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梦想 记得请欢迎欢迎收到